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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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歡迎收看分行全接觸的環節 顾名思义 都会博通了不同分行的现场客戶 跟郭Sir 一个全接觸 可以直接问问题 事不宜迟 郭Sir先博通了 全弯分行的同事 药 看見市況回到268點 現在還在27554點 客戶入市的氣氛會否比較審慎為主 今天很多客戶買貨 因為星期五升得這麼急 很多客戶都追不及貨 今天看見它回了一點 已經衝進去買了 知道知道 我們事不宜遲 聽聽第一位現場客戶 莫小姐 因為她比較害羞 她量後都 我代她問 好 莫小姐買了991大唐發電 因為她買的原因 就發覺她和A股的跌量都很大 她買了之後就等她追回A股的價錢 想問短線上不上得破5元這個阻力 大唐發電 如果說到A股方面 就作為7.26元人民幣 A股方面暫時跌至2% 但港股靠穩價 股價來講到4.46元 初步來講 現在入貨的話 就買回H股的discount 收窄 沒有說差那麼遠的關係之下 會否說現在買回一些 可以做中長線部署 你買少許 上網一個AH拉炸 這個很正常 因為7.26元人民幣的A股 相當於大概是9元左右 相對於4.5元 9.1元來講 差不多有50% 的確一定是吸引力 但是深廣通 不是明日不是後日 可能還在說幾個月後的事 即是說 你拿著中線部署是沒有問題的 剩下的就是 因為在這段期間 股市的反復 即是香港股市 還有其子其權 會造成一個波幅 它是會拉近 但它不是現在拉近 所以要給少許耐性 去拿著 短期來說 比較大的阻力 暫時來說 是5.02元 也是你剛才所說的目標 是會到 但是沒有那麼快 如果拿得不是太多貨的話 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 暫時就先持有 等等 好的 楊鴻先生還有其他 還有一位王先生 他買了941 有108.8元 他想問資產位和指示位 應該怎樣放 OK 就幫客戶問中移動941 暫時股價向下 跌3%到105.5元的位置 就108元左右 目標價指示位在哪裏呢 中移動方面 其實來講 現在的市場都很難過 因為上星期五 下午一輪急升 恆指回到10天20天市樓上 但今天的反覆 也走回到10天20天市樓下 屬於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但大家要清楚 就是成交金額 由4月20日開始 成交金額一路萎縮 近期只有12億13億 即使市場上升 都是波幅性的上落 不要當真 不過你買中移動的 我相信純粹是中線少少 絕對不是今天買明天想走 因為短期的波幅未必會太大 初步阻力是109.6元 這也是一個星期的高位 以現在的成交金額來說 太大的升幅暫時不會出現 指示位104.5元 聽清楚 是一個星期一個月的低位 跌穿了104.5元 如果你不想開 就指示算好了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的話 擺久一點 嗯 好 阿陽還有其他事想問嗎 沒有 沒有 這些客戶都明白了 好的 多謝你的安排 如果大家有任何股票查詢 關於這個節目安排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接近的分行 問有關同事 我可以隨時問郭Sir股票問題 好 之後我們還有時間 郭Sir 不如看一些email的情況 其實都點名問你 就是Karfi 問郭Sir 就是63號 榮豐國際這個股份 就是世價股 暫時升1.2有多 在升9仙去到八豪二指的位置 就見到他就出了那個季跡 他就說 次至3月底 3月底子 那個股東英佔日利 講的有個虧損的 擴大至到588萬元那麼多 那麼去年同期來說 就洩成500萬有多 那麼有個虧損擴大的情況 我想問這個股份的股票前景 就沒有透露到他有沒有拿著的 我想了解他這間公司的前景問題 怎樣部署 我想幾毫子的股份 暫時來說 就很難去作一個理性的預測 況且業務 暫時來說就是一般的 有些股份突然急升 是因為賣殼 就是整檔東西去買 新主入場 又住資 又那樣 市不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憧憬 暫時來說 就處於一個虧損當中 現在控股公司股東 息數出售了62.62% 這是3月份的市 即是股權逆手 的確帶來一定的憧憬 近期來說 可能有些部署正在做 但未正式可以啟動 所以高台一路整股 因為股價在四毫三升到九毫一 是一個月之內發生的事 一個月的低位在四毫三 去到九毫一止 這個已經先了一步 現在市值二十多億 本來市值是十億 更早前九千二市值更加細 即是說如果起步點 一年內高位九千二市值 到早前九毫一 是升了足足十倍的 先說明是十倍的 往後新主將資產注甚麼下去 注多少 發展前期是怎樣 現在我們都未知 要等的 但純粹看投機性的炒作 暫時的阻力位 應該是九毫一 這個也是近期的高位 也是一個月來的高位 如果你真的百毫幾次賣出去 給你一個指洩位 七毫子 七毫子好像多一點 但這個已經是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如果我給一個月的低位 做指洩的話 只有四毫三 我相信就不要賣得那麼低 即是炒下去 不對板跌穿七毫子的話 你不想拿貨 或者不想持有 你就要考慮指洩 好 阿sir 其實這個股份 他有問回資產負債的年報問題 如果看多一點的話 我都在研究他的問題 他說 看回他的固定資產 就是show在financial report 他就說 好像看回物業廠房設備 和其他這一欄 在2014年底 總值九十四萬五千元 他就說 這個數量很少 其實公司拿著很多其他的apartment 即是房地產 或者是資產等等 不過如果看清楚 看見其他非流動資產 有三百六十萬 所以加上就有四百五十萬 我想他就想了解多一點 就是固定資產的問題 阿sir 你有沒有看這個股份的盤數 我都沒有看過 但是一間上市公司的固定資產 有什麼可能只有幾百萬 是不是 有時候印的數字 可能標點符號 定點位是印錯了都不頂 你用心算去計算 上市的殼 一般只是個殼價 四億多 現在五億都來緊透 作為一間上市公司 他的資產 有什麼可能只有幾百萬 那麼少 我相信這個可能 在印刷的方面 是有少許 印刷了些字眼 有時候都會更正 這個不需要太過在意 如果你覺得是有問題的 在意的 那就看到其他股份 不要看它 是不是 任何有疑問的 你都應該重新再作考慮 就是買一隻 或者去研究一隻 你比較熟悉 和數據比較容易掌握的股份 那就比較好些了 好 先謝謝郭Sir 和Cover你的email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郭Sir休息一會兒 剛才分享全接觸 兩位現場客戶的客戶問題 還有這一位股份的 有沒有說拿著 沒有的 好 謝謝你先 我們休息一會兒再談